年底選擇畢竟 民主黨談論市長候選人黃偉哲 與武黨籍候選人林一鋒 十日互訪彼此的 政間概念館與城市院警館 跟一起跨越38度線 展現君子之爭 惠中彰化縣長候選人黃文林 談論市議員候選人林姓全 與林思潔也到場拜會 林姓全於受訪時表示 不論誰入主施政 若他人順利進入議會 都會秉持個人專業問政 積極監督市府為人民謀福 未來無論什麼人來做市場 一定要把市府 房屋稅 跟我們外來 想想 如何 要來這個議立一修 給我們這個工場 給我們這裡企業主 不用受到這個議立一修的工庫 讓我們這裡可以這樣企業主 可以在我們台南市 來行進 這是我們議員 未來 我信任 當時我們議員 跟我們市長 要配合的 黃偉哲指出 希望透過政策交流 學習彼此理念與優點 判斷給市民一場優質的選舉 今天經過這樣子的一個互相彼此交流 那發掘對方的優點 我們就回去會把自己的政見更加充實 那進行一場君子之爭 也希望帶給台南市民 一個這個正面的正能量 競爭但是不鬥爭 那但是沒有他人之爭 林一峰則說 兩位參選人互訪 雙方禮貌性切磋 是件好事 太期待所有政治人物或民意代表 都能前往參觀他的政見概念館 而這也是台灣選舉史上 所持有民調前兩名的候選人 互訪彼此競選總部 替歷史寫下關鍵一頁 記者劉明台南採訪報導